水表坏了怎么办 水表坏了要及时联系自来水公司的维修人员前来修理 不能私自维修 私自更换水表 这属于违法行为 日常生活中每个家庭都会有安装的水表 水表是测量水流量的仪器 最早的话起源于英国 后来逐渐发展到世界各地 通过查看水表 可以知道自己的日用水量 总用水量等等 虽然一般情况下水表不会损坏 但是如果内部的零件开始老化 也是会出现损坏的情况 只要不是人为的损坏 或者是因为违反规定使用增压笨等等原因 导致水表损坏 都可以由自来水公司负责免费更换